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来了 今天來到這個中和 益勝格勒子 等一下 干爹又來 是這個意思嗎 等一下我台康要貼格勒子 益勝的小老闆 也是在這個行業好幾十年了 所以今天來看看這個 蕭老闆的專業度好不好 車已經在裡面了 我們去討論一下要貼哪樣子 現在不能貼太黑 現在貼太黑會被 酸 不是啊 酸 會被網友點啦 欸恰恰 我在裡面騎腳連手手 這樣開車 被看光光 我們進來挑一下格勒子 我這次的目標是要選 透一點的 然後我希望呢 最好是可以偏藍色 偏藍色為什麼要偏藍 因為沒錢選冰鑽頭尾燈嘛 所以我就想說貼一個偏藍色的格勒子 好進來 走 去找蕭老闆 那剛剛蕭老闆有幫我先把 4塊的格勒紙 先貼在這上面 對 我跟你講他很賊 他不跟我講說哪一張是什麼等級 什麼牌子 他先貼上去那你親自看 用盲拆的 有時候他怕消費者會 執著於品牌 因為我們對消費者 從不認識 然後要產生信任 然後我們要完成這一次的生意 我有的經驗就是說 我們先瞭解你的需求 你的透度 然後貼上去 又不告訴你 哪一張是哪一個牌子 嗯嗯嗯嗯 可是由你親自來體會一下 嗯 你就能夠知道就是說 哪一個東西是適合你的 對 不是最貴的 才是適合你 看 我跟你講 我覺得應該是他 多年的經驗 你會挑到的都是最貴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不一定 不一定是不是 我想說是加反多年的經驗 對不對 所以說我剛剛貼了四張啊 有小失靈 自己體會一下 從外面看 哪一張表現出來 比較配合你的車色 也比較適合你的想像 我跟你講我現在這樣看 我以為只有三張而已 有一張跟我的玻璃合而回憶 所以其實 打開了以後就看得出來 打開了以後就出來了 其實這裡還有一張 那就是貼這一張了對不對 這等於有貼等於沒貼 因為這四張都有60以上的透光 對我剛剛跟小老闆要求 我們就是要60以上的 可是它顏色有不一樣 這有點淡藍色 這有一點藍色 再深一點點的灰藍色 然後這是不是帶一點 也是藍耶 偏一點藍綠 偏一點藍綠色 然後這一張就比較暗一點 這個叫做 有琥珀色的感覺 琥珀色 是是 好不好 更出來的高端啊 因為 隔熱紙貼在你的玻璃上啊 從外面表現出來 是顏色 可是從裡面看出來的是清晰度 最重要的安全性 是要清晰度 那您要求的是要 60以上的透光 所以你要求的是 沒有隱密性 可是最重要的是要有安全性 它的清晰度要夠好 這個從裡面 基本上看出來也是透的 這四張可以簡單的表現出來 就是說 這張完全不影響你看出來 可是這三張都有 它基本的一個基礎設在 有有有有 其實這看就會變色 你如果要清晰度看出來最好 能夠改變外觀的顏色最少 當然是選這一張 那這一張揭曉答案 它是單榮現在最新的 SSR70 你看啊 我是不是選到最貴的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最貴 沒有最貴 大家還好 最新 然後CP值最高 CP值最高的 SSR70 所以它全檔也會是同一張嗎 是 因為它70的透度 用在前面跟用在車身 是通用的 那現在最多人貼的是 前檔70旁邊會加深一些些 哦 可是這麼好看的車 其實不要去加深它的玻璃 整台車的質感才會是 我還以為它說 這麼好看冷冷 要讓大家知道誰在開車 哈哈哈哈 對 沒錯 對嗎 那我說不可以 不可以 塞這家以後不能 在小三咧怎麼辦 反正你也沒有 哈哈哈哈 是不是在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碼我跟你講 從我剛進這一行 你家的電池就在了 你在這邊幾年了 我在這邊 第三十三年 你看 我在這一行才二十幾年 所以我剛 踏入二手車這個行業的時候 那時候經過這一邊 看到這間電池就在了 以前那個阿極高速汽車在隔壁 你應該也沒渡到 有有有 車公阿極 現在先二手車上南轉了 收你車比較好看 要不要以前阿極曾經店開在這邊 我那時候常來 應該至少有二十年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真的知道 這個小碼這個店 真的是開很久了 而且我看一下 你這邊掛這些天窗是 你是修天窗 還是在辦人家改天窗 其實我們三十年來的嚴格 其實三十年前 那時候車子都沒有天窗的時候 我們就代理 德國的天窗 然後在建國南路那邊開手動天窗 往上翹 對那時候西美還沒有12V 比12V還早的車 改往上翹 就已經在 都已經在開了 那後來新北市是我幫他代理 那就是一路嚴格在這邊繞腳 到這邊就33年 那因為天窗到現在 你看所有的天窗 連那個便宜的車刀都有天窗可以選了 所以現在比較少做 後來我們現在都變成幫人在修天窗 修天窗 有在修天窗 喔 我們常遇到天窗的問題 那下次可能可以麻煩 也來麻煩一下蕭老闆 我們今天 我們讓觀眾賺到一下好不好 看小市長知識 今天竟然有一個三十幾年老經驗天窗在這邊 我們順便 這隔熱只是 等一下我們在 這個天窗 常常會遇到漏水 然後就被sicone黏起來 蕭老闆對於天窗漏水這個 消費者會遇到的問題 你覺得這都會出在哪裡 用sicone黏起來是不是正確 像天窗漏水這個問題啊 我面對到客人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也實際跟他分析 你漏水要花多少錢 我說你的車五千公里 會保養一次 輪胎開個五萬 胎皮沒了你會換 可是老闆你的車天窗漏水的時候 你已經忘記關心了他機 所以從原廠都沒有去教育消費者 就是說你可能沒兩三年 也要把排水洞啊 要 清一清 高壓空氣清一下 然後試一下水有沒有通 他陪著你 然後上山下海每天被太陽曬 然後等十幾年過後 他漏水的時候 你就抱怨說 啊這個天窗沒有用啊 不好用 我說天窗真的很好用 只要你花一點點小時間 去關心他就好了 對 那天窗我都跟他說 你漏水不休 你用sicone把它撫起來 你找到小師的小師說 哇你天天用sicone把它勾起來 這可能要靠兩萬喔 那你現在花兩千就好了 你是那種靠兩萬花兩千 有時候我就跟客人這樣子 對 聊聊天啦 那沒有錯 那我只在證明我們的經驗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遇到很多車喔 他天窗會漏水 一個就是排水溝堵 我覺得膠條反而很少 因為裡面有排水溝 其實你膠條沒有那麼密封 我都覺得雨不大的狀況還很難淹得出來 只要你的洞是通的 對不對 你的膠條縮一些 進去的水 他還是會排掉 會排掉 還有一個最多的就是生鮮啦 你如果真的車體在天窗旁邊 車隔已經有啾去了 啾空啊 那個也是滿常的 那跟天窗沒關係啊 那是你車可生鏽啊 所以說這個等客人發覺漏水的時候 我們都要花很多時間去跟客人溝通 其實不是天窗不好用 對 是你都沒有去關心 所以我也不建議把它封起來 因為我覺得封起來是一個最不好的處理的方法 不然是真的 對 我覺得封起來很浪費 因為一般天窗壞掉 了不起就是這個 我們遇到比較多的嘛 電機不動嘛 阿不然就是卡電派去嘛 卡電的捲簾交會氧化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漏水 那漏水其實是最簡單的 其他我覺得兩個是比較 我們在買賣二手車最常遇到 我跟你說這影片出來 大隔熱子的沒那麼多 結果都在收你天堂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選定這一塊 單龍的SSR70 那這個就麻煩消耗版 我們就是全車都是貼著 那另外一個就像我選這個全景天窗 萬一假設我覺得它真的熱了 它裡面是可以貼的嗎 全景天窗主要它是玻璃的材質啊 通常貼是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屋頂的玻璃 它有加上電鍍的材質啊 特殊的塗層 那我們就不建議貼 因為這個會有保固的問題 那我幫您看一下 這應該沒有吧 這個是可以貼的 但是就是它的時間還有難度會 蠻高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要多花一點時間 沒有它就太大張 太大張 你的規格要去配合它 對齁 這很大張 對對它很大張 寬度搞不好 有沒有比你們那個一卷還快 基本上啊 它比雷射紙啊 比所有全景屋頂玻璃 它的材料 還有它的隔熱係數 都已經比它們好了 但是再貼上隔熱紙 當然能夠更加成 我先不貼啊 我們夏天再看看 那這個接下來就麻煩蝦老闆 好啦我們的好朋友來了 不是好像觀眾沒看過 自我介紹一下 你好你好我是小師哥的神秘金主 乾爹 乾爹 這就是我們這個丹龍 一直跟我們幫忙的 好這個企劃部的 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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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來啦 小張小張 小張因為我這次 剛剛選的這個 SS 因為我是因為這個 透光度的關係 我們要生先世主 來宣導一下說現在這個 講求這個行車平安 當然我覺得個人椅子也是很重要一件事 不過安全一定是擺第一 好不好 也希望觀眾朋友以後貼隔熱紙 透光度要選高一點 雖然還沒有立法 聽說有要立 也不知道怎麼知道 其實有立法 只是說現在是 針對商用車部分 喔商用車 商用車部分變成說現在是 玻璃加隔熱紙 要70%以上 所以我因為透光度 所以我這一次選的齁 雖然我沒有乾爹 但我不是選最貴的 好我們選的是這個SSR的 好那我們最頂級的應該是這個 GH系列 喔這個 那請教一下 它大概跟我選的這個 它有什麼比較大的差異性 基本上啊 GH這個東西 它是第三代的 陶瓷格子 它基本上是兩層加在一起 但是相對來講 兩層的格子有什麼問題 它是一層是80 透光80 兩層加起來 就是60 所以它透光度怎麼樣 它都沒辦法到比較高 就可能大概都是接近 接近60%左右 難怪我會選到這個 然後這個的話SSR就是單層的 單層的話它的透光度會比較高 但是相對的話 它其實它的 紅外線可能沒那麼高 總格率會稍微低 因為可見的話也是透光率而已 我們這個格熱子市面上的品牌 這麼多齁 像我自己也拍過不少 其實你們手上也不只一間公司 對 沒錯 那對於你來說其實 單龍這一個品牌 你覺得相較於其他的品牌的格熱子 你覺得它的優勢在哪裡 還有它一些基本資料 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像我們公司早期是 美國模廠牌的總代理商 那我們去美國參政的時候 遇到了世界最大公司 又遇到了另外一個 真的喔 然後他們的狀況就比較像是 專業的格熱子工廠 所以它可以針對我們一些需求啊 對像 你看你說台灣跟美國 系統有沒有一樣 其實還是有點差異 像我們台灣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比較超市 所以說像我們的格熱子模 都會特別做加厚服 其實它的耐用性跟抗摔的成果 都會比較低 對然後可是加厚之後 會又會有說其他的 像什麼變霧什麼之類的問題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當初 花很多的時間 研發 跟我們台灣人長的需求 來做調整 對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這個氣溫 是真的是蠻高的 氣溫濕度都有差 對 其實我們當初有遇到這種類似的問題 比如說你開車子來台灣 容易捲龍一翻 容易有各種問題 變皺啦 變色變霧啊 對對對 然後我們這些都當初 都花了很多時間去客服去處理 欸我不知道欸 我想說丹龍也算很有名的牌子欸 我一直以為是哪裡進口 我今天才知道原來是台灣 沒有是台灣的普牌 但是我們基本上是 但是是國外做的 是找國外的工廠 你說歌詞這麼薄薄一層 它其實是奈米北極的技術 所以說它其實技術性是蠻高的 然後你要結合這些技術性 又不要讓它出問題就很重要 比如說你看 我現在上一層華爾現場 然後如果上太厚的話 變成說整個就是 霧蠻蠻白蠻蠻一片的東西 有那個配方 配方那個東西又很重要 比例還有一些專利 我們配合這家CV Team的公司 歌詞是它發明的 所以幫你們代工的是 當初發明歌詞的工廠 對對對 你們對你們的歌詞的耐用度 應該是蠻有信心的 其實我對我們的耐用度 對我們的清晰度 其實都是蠻有信心的 像你的保固多久 既然我們這一款的話 都是保固的 但是我們五年 我們五年是保固說 我們的歌詞跟華外線率 都不算最低於1% 不管怎麼樣都會有點衰退 欸1%也很少啊 對啊 我還以為10% 欸其實五年10%我都可以接受 就五年10%其實 格子來講話 其實算是比較 低標 自己有做檢測報告 其實它的 產品的清晰度 耐用性都是 對啊你如果做三十幾年呢 嗆五年應該沒有人敢講話 不錯我覺得 這一次這一張紙 我覺得蕭老闆這個 益勝這邊也不錯 其實我剛來的時候 他也沒有說 一妹的就說 你要貼哪一張 其實都會有一個溝通過程 或者是有一些消費者會上網查一下 我覺得蕭老闆的方式也不錯 我們先提出我們自己的需求 像我就很明顯 我第一個就透光 第二個就是顏色 我當初就給這兩個需求 然後再來 他會把相近的廠牌 都貼出來讓我去選 那不要用價錢去看 欸不是啊 蕭老闆這樣也不對 這次有乾店我應該選最貴的才對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啦跟大家講 今天我覺得選到四盒比較重要 選貴不一定選好 選貴 以前覺得部分也需求 對啊 有時候貴的配合度不好啊 哈哈哈哈 那我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選的 我們這次選的話是 XR70這一款產品 對 現在它的透光度70% 然後它其實總額率也50% 然後紅外線也95% 其實它整體的格額效果跟助具都蠻漂亮的 對 以淺色格子來講 它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們這個金鷹系列應該是賣最好的吧 對金鷹系列其實是我們主力產品 是主力產品 來是這個 大概就是這三種顏色是不是 對它顏色就比較深 然後像這塊就更厲害就是它的保護就是7年 7年不摔對 喔可以7年喔 它這個是有好幾個顏色夾起來的嗎 它本身材質是一層藍藍的 只是因為藍色的模型 光照之後會有光閃的話其實不舒服 藍的話也只能藍千千 雖然說是80加80是64它 但是因為你要再稍微再調色不要讓它變那麼藍 格爾子的紅外線紙它就是藍藍的粉 因為它其實材質跟什麼東西一樣 就跟廢紙的一樣 所以它照光之後就會變白白藍藍 所以如果你調配補好的話其實就會變得 白天反而視線會變很差 其實坦白說啦 來找小張之前我其實有去另外一個格爾子現場去看過藍色 我發現我去那邊看它那個藍啊 從裡面看出來東西會變形 因為它第一個它那個清晰度有差 第二個它那個顆粒雖然它有算模的很細 但它如果不是硬化的話其實它還是 不知道它那個折射的問題啦 因為它現場有貼在那個櫥窗上嘛 貼在那個門上 我從裡面看出去我就覺得 看到外面東西會有一點 後來我才沒有去貼 我才想說來問一下小張這邊 然後我就覺得還不錯 那就乾脆來這邊貼一下 非常謝謝小張這次 又來贊助我們這個格爾子 那我這個一台車對不對 照波霞哥講起來 這麼貴的車子 隔熱紙總不能貼太便宜了吧 是吧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來試看看丹龍的 看是它隔熱紙先壞 還是我的車先壞 好啦 處理啦 謝謝大家 謝謝小張 AV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OG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我們現在在把紙鋪在這個前檔的外面啦 對 是要先做塑形 因為現在的車的玻璃的金額都很高 對 那需要我們要做更完整的進一步的施工 就是這些多的這個幅度 把它塑的跟你玻璃的弧度一樣 然後在裡面施工的時候 就不用去破壞格爾子內層的品質 是 所以我們等一下這個過程 會先把這個紙塑完形 跟你的玻璃弧度一模一樣 然後把你正確的尺寸 在我們的工作桌上裁切 那就可以完成 比較完美的作品 等一下切就貼上去這樣 是 好 就好像 Club Two 是 不是 那塊 是 是 是 its Mouse 說 搞定了 現在要麻煩小詩哥 注意一下 剛貼完格特質啊 可能就是7天之內啊 盡量少用電動窗 基本上因為你這一台電動的保時捷 它開門就會降窗戶 其實這個過程已經屬於它是在使用電動窗 那我們針對這個車 我們都會請師傅特別把下緣的水 再弄得更乾一點 不管是在烘烤一下 還是在用布把下面的水吸乾 這個由我們來努力一下 那可是還是要麻煩你這七天之內 盡量少用電動窗 那比較重要的是第三樣 第三樣它有寫說 請勿使用吸盤或任何黏貼的產品 那因為現在前後檔 您都有裝行車記錄器 那我們先幫你把行車記錄器拆掉 幫你把背膠換新的 那要麻煩你一個星期以後 前檔的行車記錄器可以把它黏回去 那後檔的行車記錄器 我會幫你換一個位置 添在塑膠板上 這個部分就不用等一個禮拜 第四樣 剛貼完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點霧氣 水水的感覺 未乾的狀況 這都是正常的 一到兩個半月 這些現象不見了 都是正常 會慢慢下去 可是以現在不下雨的天氣 其實三天到一個禮拜 就都不見了 剩下的保固處理的流程 這五年之內 隔熱紙如果有 起泡翻起來 皺摺或是變形 這個可以由我們幫您去做保固的流程處理 耶完成了 辛苦蕭老闆團隊很快 最快的速度就完成 一般貼這個前檔加其他的車窗 應該在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內應該是可以完成 而且他很龜毛 他說還要再把客人再留半小時才可以走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貼完隔熱紙的時候 他的水氣要讓他有一個彈性的時間 讓他乾燥一下 先讓他附著度更好一點 沒有邊框的車 因為他的邊邊角角都沒有一個框保護 所以你一定要讓他乾燥到一個程度 讓你走我們才會比較放鬆 而且我剛剛看了一下 你看真的 雖然也還是很透對不對 但是這個真的 微微的可以看得出一點點的 淡藍色的感覺 就是玻璃的質感又更好了 而且我覺得他們這個施工的整個過程 除了門板的一些保護啦 或者是這個儀套 還有他們會儀表板什麼都會去鋪毛巾 還有後面都會把它保護得很好 所以其實我在旁邊看 蠻放心的 因為做事比較優秀 比較丁金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來實測一下 看這個隔熱紙 怎麼樣再跟觀眾朋友分享 好今天非常謝謝小小板 謝謝 辛苦你們 謝謝小師哥 好不好 那以後這個天窗 他說C300天窗 他也是修理不少 對你在最後再分享一下 也不要說C300 基本上都盡量不要把它退到最後 然後開超過80公里對不對 不管你速度開多快 我都建議有天窗的車主 你可以把它翹起來 你開多快都沒有關係 可是你要把天窗往後滑的時候 退到最後 時速在80公里以下 這樣子你的風阻 去搖動你的玻璃的時候 像C300啊 W205這一台車 它的設計就是 它的玻璃很大塊 那你時速超過100 把天窗往後滑的時候 氣流去擾動你的前玻璃的上緣 那下面的滑塊斷了以後 那你的天窗就會產生 對 長姿勢 我也是剛才聽到 說不要推到最後 然後開太快 如果你要全開的話 盡量就是 可能60公里以內 或70公里 越慢越好 你不用再多花錢去修理 對啊 要不然就是你車開三年就賣掉 就讓別人去修 貼個熱紙又吸收到天窗的知識 蕭老闆這邊太棒 我跟你講 我們這影片出來 你天窗會修更多 你會修到手軟 好謝謝蕭老闆 欸貼完到現在也過了多久了 三四個月 我有實際試用了 欸我覺得有一個很棒的 我那時候以為會很透對不對 結果回來我用了以後發現 其實外面看進去啊 其實稍微有一點點隱蔽性 就是不管是前檔啊 或者是側邊啊 有一點帶這個灰藍色這樣 而且啊重點來了 我從裡面看出來 幾乎像是煤貼 真的從裡面看出來幾乎是煤貼 對 超透 我這一段時間在開的過程當中啊 我真的常常會覺得 自己是煤貼格子 但是我以為我很透 後來是阿呆他們拍這個動態有沒有 才發現說 欸其實有一些隱蔽性 它會因為這個光線的折射啊什麼 也可以帶給車內的人 有一點點的隱私性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 我那時候就是要挑這種格勒子 我們身為一個網紅 我們應該要拋磚隱鈺 這樣搭貼越透越好 安全嘛 對我本來是這樣想的啊 所以我就想好吧 放棄個人隱私 自個人隱私為度外 我本來心情是這樣子的 結果後來沒想到 欸外面你看有沒有隱蔽性 欸有欸 但裡面看出來是完完全全 晚上視線非常清楚 因為我的眼睛啊 我覺得這半年來 我的眼睛對化的蠻嚴重的 有時候晚上啊 太暗真的不行 所以要注意安全 選到對的隔熱值 透光率高的隔熱值 還是黃道 剛好最近又開始很熱了嘛 隔熱效果我覺得 比起我之前沒貼好很多 我的車因為是停戶外的 還沒貼之前一上車 哇那個要好久 人房才會 超有用 然後現在啊 開個兩三個紅綠燈吧 裡面的冷房效果就有達到 我也在這邊跟大家推薦 單龍SSR-70 我蠻推薦大家實地 可以去現場試看看 我覺得蠻符合安全跟隱私性 還有隔熱效果也不錯 不要再當黑子宰了 大家嗚嗚嗚啊 很危險啊 很危險啊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當然也要注意用路人的安全 然後呢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到益聖 要認明單龍SSR SSR就是抽卡 抽到這張 稀有牌卡 如果抽到SSR就穩了啦 下次見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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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